我瞧瞧 走這邊 風雲之彈不一樣吧 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左上角又有軍情了 點點點 大家都無眼了 找個地方先休息一下吧 找個地方先休息一下吧 不能用耶 不能用 喔 我知道了 因為下個 出發劇情的地方就在前面而已 所以不能用那個 土靈王珠 一定要用走的才會出發到劇情 原來如此 不過直接傳過去 然後再從那邊走過來 好像比較快的樣子 比較近 從那邊走的話 寶箱有重製嗎 什麼意思 重製什麼意思 小鳳 我們今晚就先在此 稍作休息吧 唉 今天晚餐挺美味的 這下子 本王姬可心滿意足了 可惜 今晚沒機會品嘗 王姬姑娘的酒頂大餐 寶箱的話 它好像地圖的場景就是 它有分什麼 夜景跟日景 就是白天跟晚上 還有什麼 黃昏 就是每個 時段的 那個 同一個地圖的寶箱會不一樣 你倒真是愛損我啊 你就別讓我知道 你們辛毒國在哪裡 否則哪天 叫我爹爹去把它給滅了 要來替我們肅親白夫的蠻族嗎 歡迎 歡迎 對了 加蘭多 之前你曾經告訴我 關於辛毒的手印 賣輪之類的事 蠻有趣的 你們辛毒似乎有許多事情 和我們商人大不一樣 相當奇妙 不知可否 再多告訴我一下 當然好啊 那我來說一個叫 桑薩拉的觀念 她的意思 若以中原的語言來說 我姑且稱之為 輪迴好了 那她中原的語言還真好呢 輪迴 這也和麥倫有關嗎 呵呵 差得遠了 麥倫在新讀 叫查克拉 查克拉 這也有輪的意思 是查克拉 但兩者全然不同 是指體內的氣脈之輪 至於輪迴 簡言之 是指人的魂魄 會向輪子迴旋般 一而再 再而三 不斷返回人間 重返人間 那豈不是跟沒死一樣 不對啊 諸官們都說 人死了 魂魄就成為天地間鬼神的一員 商人是如此信仰的 但在新讀卻並非這般 我們新讀人是認為 人在死後 魂魄不見得會化為鬼神 反倒是在不久之後 並會再重返人間 但 雖說是重返人間 但卻會轉世 重生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所在 成為另一截然不同的人 既然以重生為人 自然也失去前世所有記憶 琥珀 他自己跑去給火烤 然後那個玉米居然是方形的 怎麼回事 玉米是方的 倘若前世 曾有身後緣分的人 也轉世至同一時代 再次相逢時 彼此之間 仍會感到分外親切熟悉 甚至 還能延續前世未了之源 並結起難以輕易斬斷之牽絆 這麼說來 我最近在夢中常見到的那些情景 難不成是 加蘭多 我最近常常夢到一些奇怪的回憶 那好像是我 但又好像不是我 但總是有一名 哭著我的男子 抓著一名女子的手 兩個人 一同在大火中死去 有時候 則是見到那名女子 那就是玉米 絕對是玉米 那不是玉米 還能是什麼呢 說起來 那女子 和胡月甚至有些神思 怎麼會 風天靈 你還說你沒有喜歡人家 那你怎麼連做夢都夢到他了 啊 啊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你這麼激動幹嘛 楊布呢 楊婷這麼激動幹嘛 後來的部分 我就回想不起來了 這些夢境 會不會 與你方才說的輪迴有關呢 這應該就是你前世殘存的回憶吧 啊 對了對了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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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該不會是因為我們在前世就認識了吧 嗯 我想應該便是如此 不然還有其他說得通的解釋吧 楊婷姑娘對天靈也有似曾相識之感 哼 照我看來 臭黑子你說的什麼前世輪迴 一點意義都沒有 重新返回人間 卻把以前的事都忘光光 這不是白搭嗎 輪迴它是有深刻意義的 我們新讀人都深信 它是為了讓人為自己前世的惡念 惡言 惡行 做出補償 好比說 若有人淋虐奴隸 那麼下一世 他自身便會投身為奴 原本受虐的奴隸 則這一世轉而變成他的主人 如此一來 補償了昔日受他荼毒的奴隸 二則 也讓他親身體會被淋虐之苦 這樣相互調轉身份 不也是十分公平嗎 呃 哪裡公平啊 然後下一次再輪 對調嗎 就是奴隸跟主人一直對調嗎 這樣子給你們玩就好啦 一人當一次主人 那 我後世會變成奴隸嗎 只要平時不害人 自然就無需煩惱 若是平時便任意淋虐奴隸 來世自然容易遭受相同際遇 原來如此 那我以後不敢了 阿父向來都不許我們欺負奴隸 他說奴隸也跟我們一樣 都是父母所生 這麼看來 托阿父洪福 我一點也不用擔心 我來世變成奴隸了 奉大夫這麼做令人敬佩 可我不懂 你們商人如此信奉鬼神 也不乏可與鬼神互通的助官 卻從未觸及輪迴境界 此事對我而言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況且輪迴轉世也並非一次便罷 而是會多達千生萬事 好比方才 小鳳你說 與胡月姑娘 與姬亭姑娘 對你的熟識感 或許你的某事與胡月姑娘相遇 在另一世又與姬亭姑娘熟識 如今又因著席日緣分而再度重聚 你想想 這不是既玄妙又極為難得的機遇嗎 嗯 這倒是 聽你這麼一說 我都有些感動了 雖然阿福和助官大人 都從未提過這樣的事 可我卻真心喜歡 新讀過輪迴的這個觀念 龍霜是不是有點博映阿 明明就是他 他最傲人阿 他的歐牌最傲的 可是他的 不管是他的台詞阿 還是他的盡頭 他們剛剛聊了這麼久 現在才終於帶到有這個龍霜的盡頭 而且居然還是背影 抗議 抗議 哇正面 龍霜真的好博映喔 他完全插不了半句話嗎 原來阿 就是跟輪迴有關 這下 我可能明白了 輪迴阿 白王跟我說過 輪迴 是這種的騎士 喔喔 哪壺不踢 哪壺不開 提哪壺 他要提白王了 等一下主角又生氣了 白王白王又是白王 喔喔 果然果然 怎麼可以在自己心愛的男人面前 提別的男人呢 這可是大忌阿 蛤 什麼 胡悅 他沒意識到嗎 他是貼男呆嗎 喔齁齁 這妹子是貼男呆耶 他完全沒有意識到耶 難不成 是我無意間 一直提到白王 才讓天靈 燕兒跟我 越來越疏遠的嗎 我要跟那個 蛤 真的好 好可愛喔 我懂了 天靈 請你放心 我今後不會再提白王了 白王與我的緣分 又怎擠得上 你跟我六十年的姻緣那麼深呢 等等 什麼六十年姻緣 喔喔 哇 修羅場 這怎麼回事啊 鳳天靈 哇 真是 其實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六十年姻緣啊 天靈 你到底是憑什麼 他到底是憑什麼 可以讓這些 妹子包圍著他 這麼多個搶他一個 都是忽悠姑娘自己一個勁的題 這麼說吧 我命中注定 會跟天靈 是一對夫妻 而且不是前世 而是今生喔 雞姑娘如此生氣 莫非是對天靈也有意思嗎 沒有的是 你別胡說啊 好了好了 你們別為這點小事爭吵啊 剛剛不是才說過吧 彼此會有似曾相識之感 都是前世千半所至 既然今生又有緣重逢 就該好好珍惜難得的緣分才是啊 誰要跟他吵啊 倒是大黑子 你嘴上說要好好珍惜 你自己還不是老在猜疑那個叫什麼霜的 喔喔終於終於 話題終於輪到他了 看他怎麼接招 立刻回頭補我一件 佩佛佩佛 哼 哪咧 喔 話題 好不容易終於有提到 呃 龍霜 可是 居然 被擋回去了 因為 緣分而相聚 他終於有台詞了 這妹子他終於有台詞了 是 那我與你們 又是什麼緣分呢 而且我們的同仁 真的被你們中原人 改住為奇怪的童頂了嗎 不管變成什麼模樣 帶回他們 都是我的使命 哥哥 請保佑我 最後能順利找回他們 不過他這個配音也是躺著賺欸 呃 講沒幾句話 拿錢應該是差不多的 喔齁齁齁 這個 配音應該是蠻爽的 好啊 好啦 聊了這麼久 差點讓我忘記要 下目的是要去泰山了 他不需要講話 他只要靠他的豪魯 就可以了 就可以攻略玩家了 人家不需要靠甜美的聲音來征服你 他只要爛兩粒就夠了 我只是講出所有人的想法 怎麼輪到我章了呢 泰山 泰山好 就在前面那邊 說實話 我們 Japon期間 從早晨一裏 一杯 的 採用 絕對 出品 我看到了 旁邊這邊 我們現在鏡頭左邊這邊有一條秘密通路 所以這邊應該就是另外一個風神台 可以啊 地圖人物可以換 這個 小地圖是可以的 但是剛剛那個大地圖 應該說是世界地圖 剛剛那個世界地圖那邊是不能換角色的 只有在這個地方才可以換 開啦 左上角又有劇情了 我明明就一下找到啦 路非前面不是風神台嗎 他們在講什麼 應該沒錯吧 應該沒錯吧 前方 前方有雪薰味 雪薰味 哦 前方好像有 前方好像有 有問題 啊 立馬出發到前面去 嗚 還有個儲存點耶 沒有啊 他們在講話啊 我要早點試做啊 是不是 這個畫面會顯得單調了一點 單調了一點 欸 前面有屍體 前面發現屍體 呃 前面發現屍體數據 這 這是怎麼回事 這些商人士兵 是打哪來的 小鳳 這些商人士兵 全都被殺了 呃 呵呵 這還要你講嗎 林康就知道是被殺了 而且屍身都還有餘溫 哦 這一句這一句 殺戮似乎剛發生不久 這一句才是重點 你應該先講這一句的 啊 還有士兵活著 喂 喂 你還能說話吧 可 諸人 我 不會說的 諸人 諸人 我是衍國人 是誰把你們弄成這樣的 你 衍國來的 太好了 既然 穿高英豪 好 察覺了 察覺到 我們 能送 是否 否 不 喂 什麼鳳鸩 你說清楚一點啊 天靈 對不起 我失敗了 她已斷氣 可惡 小鳳 該不會 此事與風神台有關 哦 這不是 剛剛殺了拼鷹狗 沒想到又來一拼 哇 沒想到兇手自己送上門來的 你們是誰 啊 江氣 居然是你這混賬 王姬 哼 你怎麼也料不到 被你派人暗算的我 還活著吧 你剛剛說 地上這些人也是你下的手 江氣 你暗殺王姬 又濫殺無辜壞我周人名聲 該當何罪 王姬啊 做人說話 可都離不開個禮子 就算 你說話沒分寸性子有青帥慣 但無憑無據 總不能把罪名無賴給我 不對啊 你剛剛就有殺人軒圓掀出來啦 你剛剛就自己講自己是殺人兇手啦 地上這些人的確是不常 你看 你自己說 你自己都說是你自己殺的了 但我可是奉爺爺從浩金傳來的緊急命令 肅清在泰山頂陰謀不鬼的陰狗 沒想到 才殺完一批 接著又來了一批 只是 我何時派人暗殺您了 證據呢 誰說我沒有證據 那晚刺客暗殺本王姬未遂 早老老實實地招出 是你下令指使的 我身邊這位奉天陵 便是剛晚體身救我的人 他就是我的證據 奉 莫非是衍國的奉氏一族 沒錯 本公子便是 堂堂衍國大夫奉千平之子奉天陵 衍國大夫之子 他之前怎麼從未告訴過我的 我還說是誰呢 原來是那傢伙的兒子 大膽疾挺 想不到你身為堂堂周氏王姬 敬倒戈助敵 與犯下大罪的衍國奉氏一族為武 犯下大罪 是你堂哥親口告訴我 如今奉家已因犯下滔天大罪 被下令提捕了 你胡說什麼 奉天陵 你別急 這肯定又是這混賬胡編的謊言 是不是謊言 帶王姬你回浩金便可明白 不過 你是不會再有機會返回浩金的 哈哈哈哈 廢話不多說我直接開打了 哇 啊 啊 啊 就算了 欸不對他好像有點硬喔 他好像有點硬喔 他們血好厚 血超厚的 血超厚的 血魔法 血痕 血痕 好 喔喔 搞定搞定了 終於搞定了 沒想到他挺耐打的 快 快逃啊 公子被王姬殺了 你這卑鄙小人 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王姬 你罵的可真理直氣壯 王姨隊哪跑神卿 與弦口安眠為我 盼我周邦 就不卑比較不齒嗎 我 你的那些长辈们 若知你今日所为 你又有何颜面 回去浩京啊 这 还有你 你们衍国的奸计 都已经败老 姓凤坦 早已被我 你们国君 迟早 也自身难保 什么 他爸爸哥哥 家人 都被捕了吗 你们再神奇 也没有多久了 哈哈哈 就算死也要这么讨厌吗 你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谁被捕了 说清楚 你 你说谁被抓起来了 可恶 不吭声了 小凤 他断气了 不管他所说 是否属实 眼下 最好还是先返回影 我确认一下 不许你家中 真的发生了什么变故 至于此地 封神台的真卫仪式 等确认了你家中安危之后 再来找寻一颗 将棋这家伙虽然可恨 但他却没有说错 如今 我是帮着敌人 再打自己人 可是 若就此离开 岂不是太便宜了 那个六十年姻缘吗 管他的 浩京哪能出什么事 那里可不得了 他可是有爹爹 太师 四叔他们作证 本王机 就继续跟着他吧 我可不想把这个 总让我觉得莫名熟悉的人 随随便便就让给那个六十年姻缘 抢人轩缘出来了 赶快回家吧 赶快回家 赶快回家 为什么要阻止我 为什么要阻止我回家 诶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书具好像快死掉了 残血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在他之前先试个东西吧 诶 没关系啊 主角这么强 这么硬 这么坦 诶 没捕没关系的 稍稍 想要阻止 继续 这一点 继续 继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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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哦哦 這個時候居然追兵來了 怎麼這麼會挑時間 快把這丫頭交出來 這是我們屬人的事 你們中原人少插手 只要交出這丫頭 我們便不會再跟你們為難 沒錯 快把他交給我們發落 否則 可別怪我們了 你們為何老是陰魂不散 都到野國了 你們竟也找得來 可惡 本公子如今歸心事件 你們少來糾纏 通通給我滾開 惹錯了 惹錯了 現在主角正反了 真想找個人出氣呢 哦不對不對 好多 好多 好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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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死掉了 真的假的 死掉了 What the hell 有沒有搞錯 死人啊 我太小看他們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喔不 快被滅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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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恐怖 好恐怖 沒有 我剛剛想要放 連西技來玩玩 結果沒想到一不注意 居然就死人了 我剛剛就是在等時機放絕招嗎 欸等著等著就死掉了 我絕不會請你把手的 喂 風天玲 這群怪人到底打哪來的呀 穿的一身鼓鼓怪怪的 看了便討厭 他們是衝著我們這位蜀國女兒來 只要她繼續跟著我們 那些人便會糾纏不休 蜀川姑娘 沒事的 你別放在心上 是啊 我已把你當作是自己人 會竭力守護你的 謝謝你們 鳳公子 胡月姑娘 我說你們啊 也太容易相信別人了吧 蜀國人他們會一直追殺她 背後原因 肯定絕不如蜀國女所說之單純 你們如此輕率 就把她視作自己人 還不惜為她賣命 這也未免太早了吧 跟她找個人出戲 出完戲以後 就是 我們家冷靜些 明日一早出發就是 頭腦清醒的些 明日一早 應該就抵達引波了 但願一切平安無事 阿富含笑迎接我歸來 是你 容燒姑娘 情況如何 我施法治療後 她已經好多了 好 那就好 天靈一臉心事重重的樣子 定是為了父親的事 心頭煩了 可憐的天靈 好 好 好 請你不要這樣 我們之間的交情 還說不上親戚 請你 不要做出如此輕易之舉 啊哈哈 送上門的 送上門的 都不要 就是抱天天物啊 對不起 多年的老習慣 一時之間改不了 多年的習慣 哪來的多年 天靈 這次我來找你 是有件要緊的事 想跟你談談 又是什麼要緊的事 啊 一定又是問我 想起來往事沒 或是 要帶我去什麼奇怪的地方 該從何說起呢 我想 請你承諾我一件事 若是有朝一日 商人起兵反周 你可否不介入此事 商人起兵反周 我們東方諸國 雖說是不服周人 但是否起兵反抗 仍是未知數啊 阿父說過 一旦戰時興起 不論勝負 都會有關眼國安危存亡 所以國軍對此 也諸多顧慮 要依我看 反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周人 會先打過來的 總之 不管戰爭是由哪一方發起的 我都衷心盼你 能遠離此事 不要攝入 什麼話 我既身為衍國戰士 絕不能答應這樣的事 但你又為何如此缺信 我們與周人之間 必會一戰 那些 是白王跟我說的 又是他 我又脫口說出他的名字 我真是的 我早就知道 肯定又是他跟你說的 胡爺姑娘 他胡周這種美譜的事 你也能如此當真 好似真有其事一般 他是真的知道很多事 因為其事敗 不 你就當我剛才在自言自語好了 天靈 算了 如今我才沒有心思 煩惱還沒影的事 泰山那個江什麼的傢伙 最後冷笑著提到我家中 已遭一重大變故 如今 我只恨不得早日返回眼光 看看阿福跟哥哥是否無恙 天靈 你還記得那夜 在泰山為姬亭姑娘採藥時 我同你說的是嗎 姬亭姑娘是周人 你們兩國可是互相敵對 如今還發生了你阿福的事 我擔心 以他周族王姬身份 繼續跟隨你 南眼下 他的身子早已康復了 天靈 你是否該勸他返回周國去 雖然姬亭姑娘是周人 但本公子看得出 他是一位正直磊落的人 可以信得過他 我相信 他絕不會背叛我們 更不會洩露不該說的事 給周人知道 話是不錯 但是天靈 他 天靈 若是這麼做 大家即便從此散了 以後心中念起今日時光 也能還記得彼此的好 你這是執意啊我 把七亭姑娘給撵走嗎 你怎說得出這種話呢 真令我難以置信 我 虎月姑娘 在泰山上 我是曾答應你會考慮此事 但如今 我早把雞姑娘 當作是自己的朋友 可不會憑你一句話 便叫她走 就像方才你說的 你自己不也是把容霜姑娘 當成自己人了嗎 喔 喔 no 最不該出現的人 居然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雞姑娘的為人 我也信得過 只是她年紀輕 又不解事實 難保不會在無心之中 說漏了什麼 又是修羅場啊 我是真的很為你的處境擔憂啊 天靈 她若真的有了知己 你跟她之間 豈不是要生出嫌隙 喔喔 這些話 都被 姬婷聽在耳裡了 天靈 這真是你所樂見的事嗎 虎月姑娘 原來你一直是如此看待我的呀 好傢伙 你竟然暗中慫恿奉天靈逼走我 黏土午安 有沒有 這兩個妹子根本上 根本就是 互相 槓上啦 你這個人 還真是心懷險惡呀 你聽好了 我絕對不會做出任何出賣朋友的事 我積停行事 向來光明磊落 可不像你這樣 偷偷在人背後搞什麼小手段 你就是想把我趕走 然後和奉天靈 快快樂樂的 過你的六十年姻緣 對吧 姬姑娘 對不起 是我失言了 我向你致歉 先捅人一刀 再來個失禮賠罪 天下還有這種禮嗎 好 既然你要逼走我 那本王姬就偏偏要繼續留在他身邊 我可以在此向天發毒誓 若我做出什麼對不起他的事 我積停就不得好死 傅天靈 你儘管相信我吧 好了好了 你們鬧夠了沒有 我郑外阿福的事心煩不已 你們幾個女人倒好 都來給我扯這些沒用的 本公子眼下 才不想管什麼六十年六千年姻緣 好死好活的玩意兒 求求你們二位行情好 讓我清靜一下吧 姬姑娘 我們就讓天靈靜一下吧 男主角現在正為了他家裡的詩情心煩 然後現在要多了這兩個妹子來弄他 天靈 請你別過分憂心 伯父吉人天相 定不會有事的 女人哪 諸位 那我們繼續趕路吧 我們的王姬大人在生什麼悶氣啊小楓 我們的王姬大人在生什麼悶氣啊小楓 我已經懶得解釋了 走吧走吧 啊弄了這麼久我們終於要回去 見真髒啦 家父 眼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喔 喔 好不好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